生命中有一些记忆太深刻了 经过许多年还是无法忘记 多年前有一个家庭 在一次全家出游的旅行中 发生了大车祸 当时九岁的儿子 也是他们唯一的儿子 当场丧失了生命 孩子的母亲痛不欲生 终日一泪洗面 完全无法接受 经过许多日子 这位母亲渐渐地静下心来 借着弟兄姐妹的祷告 得着一些些安慰 慢慢地 她自己也开始向神祷告 向神倾诉心中的伤痛 和对儿子的怀念与不舍 一次又一次在流泪祷告中 她领受到从神而来的安慰 和与儿子添加在相会的盼望 甚至有一次在梦中 贴心的神 让她紧紧怀抱着儿子 好久好久 梦境是那么真实 让做母亲的心大得安慰 点点滴滴 从神来的恩惠慈爱 终于完全医治了 这一位母亲的心 她在众人面前宣告 儿子的去世 对她而言 就好像是耶稣的钉横手 曾经是痛苦的记号 如今却是恩典与得胜的记号 顶何首遗止我 抚平最深的伤痛 顶何首安慰我 不再害怕不再忧 顶何首释放我 脱离黑暗如光明 顶何首每一天 抚平最深的伤痛 顶何首依止我 抚平最深的伤痛 顶何首安慰我 不再害怕不再忧 顶何首释放我 脱离黑暗如光明 顶何首释放我 顶何首每一天 服务我 顶何首每一天 你也扶持我